蚂蚁爆婚便带儿子躲回日本娘家近况曝光。公公王文杨松口,家里面室友在讲。报惊人内幕。 蚂蚁爆婚便带儿子躲回日本娘家近况曝光。公公王文杨松口,家里面室友在讲。报惊人内幕。 日本女星蚂蚁在嫁给台宿长孙王权仁后,淡出演艺圈专心照顾家庭,然而近期却爆出豪门婚便。 王权仁和蚂蚁疑似在过年期间有口角争执,让王权仁一气之下再也没进过家门。 蚂蚁也一次认受不了外界的质疑,独自带着孩子回到日本娘家。 有传言指出,豪门婚便是因为公公王文杨不喜欢麻衣,原本一直保持沉默的他表示。 王权仁情史和他老爸一样丰富,据传曾和不少主播、明星交往,其中女星前百余更是为爱放弃一切远赴英国。 然而疑传因为王文权认为门不当户不对,最后分手收场。 之后王权仁和认识很久的同学,首都客运的千金李晶晶结婚,当时郎才女貌,富豪连姻堪称一段佳话。 李晶晶不止学历高,有家事,还为王家生下一个可爱的小孙女。 据悉王文权对他相当满意,谁知道这段婚姻竟然维持短短四年,就因为家报收场。 据AT News报道,有消息指出是因为TVBS的主播介入,才造成夫妻失和。 之后王权仁和麻衣先有后婚,有名嘴爆料,王文权疑似对演艺圈不太熟,原本以为女方是主播,但没想到竟然只是个通告开。 因为落差太大让她完全无法接受,也因此默许王权仁冷落麻衣,甚至常常和前媳妇李晶晶私下联络交心,完全不把麻衣放在眼里。 不过事实上王文杨曾表示,王权仁在三年前和麻衣结婚时,曾有媒体询问王文杨是不是会不喜欢这个儿媳妇。 据东森财经台报道,王文杨当时回应,王权仁,已三十多岁了,自己做决定,自己的幸福自己追求。 并否认要求媳妇要拥有高学历,淡淡地说那是家里面在讲,那是希望,不是要求。 对于麻衣好门婚变发展至今,各界传言不断,但王家仁始终没有出面回应。 据自由时报报道,麻衣的好友艾莎则表示麻衣目前在日本散心,看起来心情不错,甚至数度传百亿惊悚的照片给她看。 直呼,她小孩好可爱。有网友翻到王文杨之前的评论后,都纷纷担心既然不是公公的问题,那是王权仁。 这就是证明老公已经出事了啊,好担心麻衣窝。让人好心疼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